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探讨了地区安全 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多个议题 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SCO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扩展的影响力 还见证了白俄罗斯成为正式成员国的历史时刻 使得SCO的成员国家数量增至10个 随后来自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外国媒体 共同参观了白俄罗斯的主要工业 社会 文化和历史景点 其中 重点参观了白俄罗斯国家机械制造工业的旗舰之一 明斯克托拉机场 如今 明斯克托拉机场与上河组织所有成员国都有合作 该控股公司的设备总共供应给了125个国家 明斯克托拉机场官方代表尤利亚 赫拉姆佐娃告诉外国记者 2023年MTZ控股公司共生产了4.5万辆托拉机 其中90%以上用于出口 其实 白俄罗斯在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前 明斯克托拉机场就与上河组织成员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 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去年年底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设备供应增长率为160% 对杰尔吉斯斯坦的设备供应增长率为170% 对巴基斯坦的出口增长了近7倍 近年来 中国已成为明斯克托拉机场实施联合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 该控股公司的大型能源设备 特别是巴勒鲁斯3522托拉机 均由中国维柴发动机提供动力 尤利亚 赫拉姆佐娃对记者们特意强调 此前 明斯克托拉机场使用的都是美国和德国生产的发动机 由于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 如今被迫重新定位 面对制裁 使中国的装备帮助我们脱离了困境 顺便说一句 明斯克托拉机场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 巴勒鲁斯3322自动托拉机 同样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变速箱 库尔斯克州电视频道赛姆的记者安娜·皮库琳娜 在描述参观工厂感想时 情不自禁地说道 我重新评估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海托拉机的生产规模 这些人在俄罗斯每个地区都有 包括库尔斯克州 俄罗斯记者则认为 白俄罗斯最近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 在这方面 我们作为记者的使命 是更多更广泛地告诉我们的受众 我们的合作伙伴拥有什么 他们如何生活 以及他们正在实施哪些最佳实践 我非常喜欢白俄罗斯 这个国家给我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非常愉快 反应灵敏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记者团还参观了别拉斯 高科技园区和帆船中心 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自俄罗斯的记者微笑着回忆道 我以前很熟悉白俄罗斯的别拉斯气牌自协卡车 在库尔斯克州有一个大型铁矿床 白俄罗斯的自卸卡车在那里作业 这辆卡车相当于一栋三层房子的大小 令人印象深刻 据悉 之后媒体们还会参观白俄罗斯的一些重要机构 例如 共和国临床医疗中心 紧急情况部生命安全教育中心 紧急情况部民房大学 鲍利索夫医疗准备中心职务和哈廷纪念馆 参加第33届维杰布斯克斯拉夫集市 国际艺术节的盛大开幕 将成为外国记者访问活动中的一个美好点 既然说到了白俄罗斯 那小编可要和大家好好讲一讲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白两国的故事了 快准备好小板凳和冰西瓜 让我们边吃边聊 众所周知 东风系列导弹是中国最具威慑力的武器之一 东风21D弹导弹更是被称为航母杀手 如此厉害的武器 中国工程师的研发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里面的事情大家都懂 既有自主创新 清出渔蓝胜渔蓝的部分 又有逆向工程纺制的部分 也有技术引进的部分 在中国国防工业建设初期 虽然靠苏联援建了一部分 但更多的新式武器都是靠中国工程师们仿制出来的 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后 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技术封锁力度 中国只能从极少数友好国家中获取到军事技术 这其中就有白俄罗斯 我们都知道在大国交往中 涉及军事技术的情况一般都会比较敏感 因为其背后往往牵扯到一些战略的考量 但是中国和白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合作上的尺度 让所有西方国家眼红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 东离俄罗斯 西靠波兰 南街乌克兰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自然条件也十分优越 因此在苏联时期 白俄罗斯多个城市都被打造成军事装备工业重镇 比如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MT3 最大的汽车制造厂MA3 都位于白俄首都明斯克 这些都是真正的机械巨无霸 为整个苏联提供坦克 特种机械等多种装备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 白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再加上西方的制裁与封锁 让这个曾经工业繁荣的国家陷入了绝境 为了打破僵局 白俄罗斯不得不把牙箱底的技术拿出来 放到国际市场上寻找买家 这个时候 中国作为冉冉升起的东方大国 在政治和发展理念上 与白俄罗斯高度互信 在经济上也能高度互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和白俄展开了技术合作 虽然那个时候 中国东风系列远程陆基洲际导弹已经研发成功 但陆基导弹机动性越强 越能提高存活几率 但中国那个时候 不具备自主制造导弹发射车的能力 只能使用简易越野牵引车作为替代 很显然 这种凑合的做法 让东风导弹的实力大打折扣 因此 为了增强东风导弹的机动性 工程师们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运载平台 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汽车制造厂 就具备生产轮式特种牵引车的能力 其中MZKT7930重型牵引车就是明斯克制造的 实用性也经过了实战的检验 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1998年 中国就向白俄罗斯提出了 MZKT7930重型牵引车的技术合作印象 而白俄罗斯由于国防的需要 则看上了中国A200火箭炮技术 A200火箭炮是一款先进的远程制导火箭武器系统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发并对外出口 它采用了全数字化控制技术 包括接连贯导和GPS卫星导航系统 使得火箭弹能够在飞行过程中 进行实时定位和精准制导 显著提高了打击精度 其命中精度可以达到300米 这在传统火箭炮中是非常高的指标 更厉害的是 A200火箭炮系统支持 同时攻击多个目标的能力 拥有较强的火力覆盖范围和密集打击效果 特别适用于摧毁敌方的纵身集群目标和点撞目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和白俄罗斯达成了技术合作 中国付出了A200的火箭炮技术 并与白俄罗斯合作研发出波罗乃兹火箭炮系统 大大提升了白俄的国防水平 而白俄罗斯也毫不吝啬地 把MCKT7930重型牵引车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了中国 甚至连同整条生产线都几乎搬到了中国 作为这次技术合作受益方的是中国万山集团 其前身是湖北万山特种车辆制造工厂 早在改革开放前 就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研发重型特种车辆 有了白俄罗斯技术的输入 万山集团可谓如鱼得水 以飞冲天 仅仅在技术转让的两年后 万山集团就生展出了WS4000特种导弹运载车 在1999年大约冰上 装载东风11弹导弹的发射车就是它 直到这个时候 西方国家才发现 中国已经完全攻克了导弹 火箭炮运载平台的技术难关 所有陆基弹导弹的机动性能和存活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现在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 不仅感慨中国与白俄罗斯有意之深后 这种互惠互利的技术合作 为双方打开了当时被西方技术封锁的局面 也为两国的经济发展与战略合作注入了新的获利 同时也成为了国际合作上的一段佳话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